二王社区位于宜兰河的东岸 社区早期民间聚落昌盛 庙宇环聚 工匠多 是当时相当繁华的地方 拥有工艺街支撑的二王社区 却敌不过大环境的变迁 相关记忆因此埋没 不过社区的居民却不气馁 积极找回外流的人才 让年轻一辈的二王社区青年 保留家乡的文化 积极的变迁 下一倍没买蚝 现在就是怕下一倍没买蚝 以后会流传去 会失去 所以说我们社区就是 有一个心 记录下来 然后把它传承下去 穿越现代大楼后方的小巷 没有里长的带领下 很难找到位于都市内的 一口普水井 这口水井大约是清光续年间 为了让当时建筑庙宇的公教 书洗使用而钻凿 曾经因为自来水的便利 而废弃二三十年的这口水井 凝聚社区居民的力量 将淤积于井底许久的垃圾清出 恢复了从前的样貌 尤其我们百年年代 方太来是附近没有自来水 就是都靠这口水井 靠这口水井在我们附近 顾问很多 因为自来水浮变的时候 就慢慢的就很少使用 小孩子丢石头丢垃圾玻璃片 这些传统的记忆文化 逐渐失传 借由社区的总体营造 将不为人知的历史古迹 及传统记忆继续保存下来 也让老一辈的阿公阿嬷 回忆起年轻时的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